从战略棋子到战略包袱 没关系变脸 战略分歧不断 美国的离岸平衡手 还能控制一次联盟 2024大选临近 反对援以声浪大增 拜登政府对一政策会否转向 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 环球视野交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看 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 我是主持人袁明 长期以来 出于巩固自身在中东地区 霸权和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 美国的历届政府 都将以色列视为中东的重要盟友 美国有议员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耳目 在纷繁复杂的中东格局当中 没以特殊关系 从形成以来 就塑造着中东国际力量的对比和变化 那么这段关系 最近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 在美国犹太族群的影响力如何 是独一无二的 也是无可批皮的 犹太人通过他的经济实力 控制美国的政治 犹太人在学界 政界 企业界 文化界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 接下来的美国大选 会对美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不会有根本性的影响 美国两党对以色列的政策都是相同的 因此这个大选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我觉得不会太大影响 但是美与关系可能会对美国大选产生一定影响 美与之间众多分歧已经不可调和了吗 分歧不断地涌现 但远远没有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双方的矛盾很深 但是并没有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短期是不可调和的 但是长期不一定 美国长期以来对你的政策 是否是引发这一轮中东乱局的原因 美国对中东的乱局有不可推断的责任 但这次冲突恰恰是以色列的政策 而不能完全回旧于美国 从根本上讲 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 是导致这次冲突的根本原因 从根本上是 但是这一次的冲突 还是更多是以色列的原因 近日 美国政府暂停了向以色列 运送美国制造的弹药 这是自去年10月7日 西伊伦巴尼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首次停止向以色列军方运送武器 此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月初访问以色列 与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会晤 讨论以色列可能在拉法采取的行动 布林肯在会面期间警告内坦亚胡 以色列在拉法开展重大军事行动 将遭到美国的公开反对 并对美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事实上 自新一轮巴尼冲突爆发以来 拜登政府已经处于两难境地 一方面美国需要扶植中东盟友以色列 另一方面美国又要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减少平民伤亡 减轻国内外愈发高涨的批评声浪 而随着美国大选临近 拜登无法在美国的金巴勒斯坦选民和亲以色列选民之间采取平衡立场 拜登在阿拉伯裔选民中的支持率已由2020年的59%暴跌至17% 加沙已经成为分化美国大学校园乃至社会的议题 5月1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还通过法案 扩大反右主义的界定范围 该法案一旦由总统正式签署立法 美国法律对反右主义的界定范围将被扩大 盖洛普近期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 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好感度从一年前的68%下降到58% 这其中18至34岁的年轻人群体对以好感度从64%下降到38% 我们看到虽然美国是长期骗谈以色列的 但是最近的对以政策也是在连番的变脸 那我们看到在美国的这个新闻网站 Aseos当地时间5号就报道说两名以色列官员 对这个媒体说 目前美国是暂停了向以色列运送美国制造的弹药 那么是从去年10月7号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的 首次向以色列军方运送弹药 我想问郭老师 您觉得以色列方面他们的担心是什么呢 以色列方面担心美国的这个举动长期化 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以色列之所以在中东地区称霸 他主要是靠着美国的几项帮助 一个是外交上的支持 另外一个就是军上不断向他提供武器 以色列本身他生产不了那么多武器 而且他在加拿大地带每天的这个战事消耗量很大 所以说以色列现在担心的就是美国这个举动 是一个展示的还是一个长期的 那我问一下文青老师 你觉得美国做出这样的决策的背后啊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哪些力量在导致了这样一个决策的出台 近期是因为最近这一轮美国大选这个骚乱 可能会对拜登政府还是有一些的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从长期来看 这一次这个拜登政府在处理这次骚乱中的一些判断 其实是对美国的选民 对他的这个投票的这个激情性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 可能也是基于美国大选这样一个考虑 我们看到这个盖洛普现在也有一些这个民意调查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千禧一代和Z时代 他们对以色列的好感度是极其的这个低 这个跟过去可能传统当中的这个婴儿潮的这一代 或者是这个X时代这个差距是非常的大 那为什么年轻人会对这个以色列有这么强烈的反感度呢 文青老师 我觉得是因为年轻人现在更多的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 美国的年轻人是像TikTok还有Instagram的这些社交媒体的深度使用者 对 所以这些年轻人会很容易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 现在在加沙地带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这种冲突有多么的血腥 有多么的惨烈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可能有这种反应是社交媒体的一个影响 年轻人绝大多数是在冷战后出生或者冷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 那么这些人更少意识形态 所以他对在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环境下成长 那么他对新自由主义的一些人权啊 平等的一些意识呢 可能更强烈一些 那么另外因为年轻人 他是目前的社交媒体的 就是说信息的主要的使用者 他主要是从这里获取他的信息来源 而不是传统的媒体渠道 那么这个新媒体或者社交媒体这一块呢 他的信息来源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传统的议题设置啊 包括这个政治操控啊 信息操控等等 他相对来讲信息更加多元一点 更加充分一点 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就更加激进一点 那郭老师肯定也注意到 其实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拜登政府 他即面临年轻选民的这样一个对他的这个不支持的情况 另外一个呢是他在阿拉伯裔选民当中的支持率啊 他在2020年的时候是59% 现在已经下跌到了17% 所以这对他的这个对以政策的转变 是否也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其实就是我们知道在民主党初选的时候 在密西西根州有10万阿拉伯裔的选民 这个投了叫不表态票 也就是说我不支持你 对你我不支持你拜登 而这些人在这个上一届大选 就2020年的时候是支持拜登的 所以说拜登现在他面临的这个巨大的压力 就是说你在选举中 如果现在还继续推行现在这样 偏袒以色列的政策的话 他可能会输掉大选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拜登政府不得不对美国这个偏袒以色列政策 做一些调整 我们看到现在传出来 说是要暂停对武器的供应 这就是其中之一 此外呢 也一再强调美 这个以色列你不能进攻拉法 进攻拉法会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这是所谓的红线 对 如果越过这条红线的话 实际上我觉得拜登 他考虑的并不是这个 多少平民伤亡在 他考虑的是他的选举的这个需要 对我们看到在这个之前的4月29号 美国国务院是宣布有五支以色列的安全部队存在着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这是美国首次就以色列武装做出如此的结论 那么其中美方要求整改其中的四支 但是呢 可能会首次制裁其中的一支部队叫做Yahuda胜利营 我想请王正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Yahuda胜利营 这一支营 对 它的这个特征 以及为什么美国可能会对它发起制裁 Yahuda胜利营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极右仪的 就犹太的极右仪宗教极右仪 一般来讲一次列的这个就是正统派 就是Otherdox 这批人基本上是不用负兵役 那么这批人是很积极的要负兵役 那本身就说明它是其实是比较强硬的 然后呢 它主要是在部署在约旦河西岸这一块 它在这个就是说在应对 或者在镇压巴勒斯坦的这个反抗这一块 是做了很多就是说不太人道的这些事情 那么美国现在把这个时候把这个事情拿出来 它显然不是出一个人权的考虑 这个事情它不是个新的 已经好多年头了 这个事情相比加沙现在的人道主义危机来讲 那也是小五见大五了 那么美国人拿出来 实际上主要的还是要向内塔尼亚胡政府施加压力 施加压力呢 然后来迫使内塔尼亚胡政府 在加沙问题上 特别是在进攻拉法上 听美国的 就是有所越数有所克制 在敲打 对 因为你以色列实在是不听话 对 我们看到五月一号 内塔尼亚胡当天又一次会见了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布林肯说呢 美国是不支持以色列对拉法发动大规模的地面进攻的 那么内塔尼亚胡说 以军在拉法的行动没有先决条件 刚才我们提到拜登在上个月警告过 进攻拉法是他的红线 那么这样一个层面上的分歧 以色列为何一意孤行 完全不顾美国方面的这个反对 坚决要求进攻拉法 其实这个内塔尼亚胡说要进攻拉法是有一段时间了 但他迟迟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 主要原因是因为要采取这个行动的话 会这个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 会引起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那么迫使美国不得不对以色列 这个比如说断绝武器供应 外交上对他的支持减弱等等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 内塔尼亚胡这个高举的这个要在拉法 采取金融实际上是这个引而不发 那是主要是要为内塔尼亚胡本身 自己国内的这个政治生命考虑 因为实际上我这是我个人的分析 就是说内塔尼亚胡实际上 他并不愿意看到这个加沙地带的战事很快结束 如果结束的话 内塔尼亚胡他在国内的政治生命恐怕也就完结了 现在他是个战事内阁 战事内阁情况下 以色列国内的这个要求他下台的这些 这些举动都无法实现 但是一旦加沙这个地带的战事停止了 那么我个人认为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会遭到清算 所以说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 把这个战事拉得越长越好 拖延到这个内塔尼亚胡认为 以色列国对反对他的声音弱了 美国也这个和他这个不那么闹腾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可能才会对拉法采取真正的进攻行动 我想问一下王振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内塔尼亚胡已经在过去两个月当中反复强调进攻 空袭也一直没有停止 但是平民的撤离直到这两天才开始 你觉得他真的是下定了决心要进攻吗 还是依然是在做一个自带 逼迫哈马斯回到谈判中 拉法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拉法首先从战略来讲 他对伊斯利的威胁相对会小一点 因为他在南部 他离伊斯利的经济首都 特拉威夫和耶路撒冷都比较远 所以他的火箭弹现在还打不了那么远 那么另外就是 拉法现在是所有的 加沙的难民的集中地 所以他现在要集中打拉法的话 地面进攻的话 那一定会造成大量的伤亡 而且要打巷战 打巷战的伊斯利也占不了多大的便宜 那么连带的伤亡造成的人道具灾难 是内塔尼亚胡和美国不能承受的 从内塔尼亚胡本身来讲 他又想把这个地方给端掉 端掉了之后 他就把哈马斯最后的地道 包括火箭的发射点 全都给端出来 他是希望实现这样的目的 那么同时在国内 还能继续维持他的权力 他是有这样的考虑在里面 但是这个事情比较棘手 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比较忧郁 就是不进攻拉法 他是没有办法完成他的这一次的使命 就是要全部消灭哈马斯 也不能完全这样 就是这也是他的高明 然后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对哈马斯施压 你要对国谈判释放人质 那么同时跟美国施压压力 国际社会 那么这个我没有进攻拉法 然后你来要促成和谈 如果没谈出来 你看我给你这么长时间 你都没有谈出来结果 那我就要进攻了 是 他在道义上 他就能扳回来一局 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是这个哈马斯已经宣布同意斡旋方提出的这个加沙地带的停火提议 我想问一下这个文老师您肯定也在追踪这个新闻 这个哈马斯提出的这个提议和以色列的这个给出的这个停火的条件 双方您觉得差距还大吗 有可能这一轮达成某种程度的停火吗 其实哈马斯现在本身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太稳定的一个状态 他是迫切也是需要在这个节点去做出一些表态 来让这个谈判能够往前推进 那么以色列这一方 列塔利亚胡他也是面临拜登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压力 所以他也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一些表态 但是那么以色列这方面肯定更更多希望是哈马斯马上要把这些人质放出来 但是哈马斯这边要坚持的是 那我如果停火之后 我之后对加沙地带对这个区域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他这个方案是不明确的 所以现在可能究竟的点在于这里 其实以色列一再说我达成停火协议释放了人质以后 我仍然是还要进攻拉法的 本来是要消灭哈马斯的 这是以色列一再表示的 这个并没有松口 并没有松口 那么根本性的分歧在于 以色列追求的是临时性的停火 然后释放他的这个人质 那么哈马斯追求的是战户的安排 就是这个彻底的停火 永远的停火 然后以色列完全从加沙撤出 那么这个是以色列不能接受的 如果完全撤出的话 仗不是白打了吗 那么所以这个是可能是主要的分歧是在这 我想问一下文老师 我们看到这个最近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有一篇文章 他说以色列成为了美国的战略负担 现在到了推动美国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了 美意关系正常化 那么这个词非常有意思 它意味着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将来 就是跟其他的国家是一样的 保持距离 该爱的时候爱 该恨的时候恨 该打的时候打 该拉的时候拉 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这篇文章释放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我觉得这反映出美国一个很复杂的心态 其实我们知道从1967年 六月战争之后 其实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就是这种很稳定的同盟关系 那么这种美意的同盟关系 无论是从政治上 经济上 社会上 文化上 它都是高度的这个进行融合的 那么我们很明显知道 其实现在美国已经把以色列作为 它在中东的一个战略支点 这个战略支点是不能说 美国现在的战略重心从中东转移到印太 它就可以发生变化 就是这个支点是始终需要一个支点在这的 在这个中东地区 美国必须是要有一个这样的盟友 跟他在价值观各层面是跟他保持一致的 这个巴以问题困扰世界已经70亿年了 这个美国作为一个调停者曾经是被世界聚以厚望的 但是呢 有观点认为正是因为他长久以来 对以色列的一意孤行的支持 导致了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是陷入了一个泥潭当中 在1948年 这个以色列建国的时候 美国是否在第一时间就保持了轻易的立场 还是说在那个时候 对以色列的立场和今天 其实还是有着一个质的差异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汪正老师 好的 的确如此 就是美国和以色列 我们说以色列它不是北约的盟国 但是它享受的权力 或者是跟美国关系的亲密程度 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北约的盟国 所以叫美一特殊关系 这是学界都这样的认为的 那么但是这个关系 它是一个慢慢的逐步形成的一个过程 它的拐点就是在50年代 是在这个56年的这个中东战争的时候 那么以色列方面来看到 就是说英国和法国是靠不住了 所以以色列方面来讲 它就说出了要转向美国 那么从美国方面来讲 就是在苏伊特战争之后 阿拉伯国也慢慢的在转向苏联 所以在冷战的对抗的大背景下 也美国是希望利用以色列来平衡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扩张 这个关系从50年代中后期慢慢慢慢的加强 一直到肯尼迪的时候 第一次提出了美伊特殊关系的这样一个提法 那么后来就一步一步的再加强 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 以色列享受了所有的其他的这个盟国 或者所有的伙伴国都没有的这种特殊的关系 但是现在就是从2003年 就伊拉克战争之后 美国的战略界也开始反思 就以色列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完全的战略资产 它呢现在看来对美国的这个国际地位 对美国的软实力有很大的拖累 所以最近一直有学者讲说它是一个战略的包袱 而不是一个战略资产 希望把美伊关系回归正常化 那么这是应该是美国战略界最近这些年来 对美伊关系的理性化的思考的一个延续 但这个目前来讲还是比较边缘化的 还不是主流 以色列现在为什么会成了美国的一个负担 所谓的负担 实际上除了它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这个冲突 造成大量的人道主义灾难 所以美国的国际信仰下降以外 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由于这个以色列在美国的之下 拒绝这个和巴勒斯坦达成两国方案和平协议 导致这个地区反对以色列的这个极端力量在上升 或者说强硬力量在上升 这个我们知道基地组织呀 伊斯兰国这些都是非常极端的一些组织 这些组织这个出现以后 他们把矛头不仅是对准以色列 而且还对准美国 普朗登说过一句话 说是这个如果这个巴勒斯坦的被占领土 包括胜整一天回不到阿拉伯人手入 你美国永无宁人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打不过以色列 是打不过你以色列背后的美国 所以他们把这笔账寄到美国头上 所以说这个地区所出现的这种反美的恐怖主义浪潮 主要是由于以色列这个问题所造的 所以说美国国内一些人他在反思这个问题 说美国还有没有价值来背得以色列这个负担 国内国际压力大增 拜登政府陷入两难 长期偏谈以色列 美国轻易立场如何构筑 犹太游说集团如何影响美国政策 无底线纵容 美式双标持续霍乱中东 环球交差点稍后 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 美国基本保持了轻易立场 在杜鲁门执政时期 美国在第一时间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 但当时美国高层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并不一致 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以关系逐渐升温 在肯尼迪上台后 美国开始将以色列视为在中东的可靠战略支点 美以最终形成了心照不宣的特殊关系 长久以来 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还要归功于犹太游说集团 以色列游说集团是美国诸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代表 它通过各种活动来推动美国政府制定轻易政策 犹太游说集团数量众多 拥有强大的组织力量 相较于其他利益集团 以色列游说集团在政治领域表现更为活跃和团结 凭借充足的资金支持 他们也更容易在政治活动中开展工作 为什么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 有亲以色列的力量能够有这么大的表现力 我们知道院外游说集团 那以色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利益集团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代表 比如说美一公共事委员会 国会山之王 它的力量非常的强大 它到底是怎么来影响美国政治 是因为它钱多吗 以及这个除了影响这个国会议员 影响美国政府 影响媒体之外 它还做了哪些事情来扩大它的影响力 增加它的支持面 文青老师 我当时在牛津的那个合作导师是哈佛毕业的 他跟我分享了当时就是写那本书 就是以色列院外集团那本书 一个作者就是Steven Water跟我导师亲口说的 他当时他写了这本书的时候 他在的那个哈佛的那个每年他都是会邀请学校最权务的一些学者去参加一个dinner 但是因为那年出了这本书 那年的那个dinner就没有邀请他 那么我觉得从这一个案例可以反映出来 美国之类的犹太人在这个美国的学界这么一个影响力 那我们其实还能知道美国犹太人他在金融界 在这个媒体界 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媒体大汉他其实都是犹太人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院外集团 那么为什么能发挥这些作用 可能不仅是说金钱 而是在舆论 很多层面它是能够去有它的这个坏主导权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确实不能够忽视的一个力量 王老师您可以给我们讲讲 从您的角度怎么看 分几个层面 一个是本身犹太人这个群体 在美国政治里面的影响力就特别的大 美国犹太人在占全媒人口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二点多一点 但是犹太的选票占美国的这个选票是百分之三以上 他们投票很积极 投票 他的投票率特别的高 而且比较集中 美国它是这个投票 它是迎着通吃的结构 所以它集中在几个大的城市 所以很容易左右整个州的这个选票的走向 那么就是你看这个最近的117届国会里面 总共是500多名这个参中两院的议员 犹太人大概是36还是37名 占到百分之六多一点 比例是相当高相当高的了 就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非常重要的 就是IPAC 我们叫美一公共事务委员会 被称为国会山之王 他被称为国会山之王 倒不是说因为他钱特别的多 而是他的影响力和政治行动能力 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原委集团 阿拉伯人其实也有的 俄罗斯人也有 但是都比不过他 为什么他能有这么大意义 大概很简单 一个就是说他 比如说总统要做出一个某个决定 某个方案要通过了 发动犹太人 发动这个名流去给他写信 给他打电话 电话给你打爆掉 然后来影响你的决策 大量的这种活动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他操纵很多政治议题 反犹主义是在美国是一个政治的制高点 那么他用他这样的一个身份 来设置很多政治议题的话 让美国很多政治家是没法去 没法抵防的 或者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反抗的 刚才这个王正老师是讲到了 这个犹太力量在政坛上的这个运作 和他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 那郭老师从您的角度 你给我们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美国的政治 是金钱政治 这是大家都认可的 犹太阳外集团是美国 所有院外集团里头实力最强的 为什么他强 他主要是确实是有钱 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经商呀 做金融啊都是出类拔萃的 美国的华尔街很多大公司的老板都是犹太人 而美国的这个不论是国会议员的选举 总统议员这个选举都是需要金钱的 犹太人这个出钱最多 我们知道美国的国会参伦两院 在这个美国的政策制定中 它是发挥很重要的作用的 当然犹太人的内聚力更强 这个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齐心协力 加上他的金钱力 所以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中呢 我们看到犹太阳外集团的这个影响力太大 如果你对以色列过于严厉 那么这些人可以采取各种手段 使你的选票降低 刚才我记得王志老师也提到了 这个反游主义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占领道德高地的一个政治议题 而且这个标签也是一旦被贴上了 似乎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主流界 你就会遭到非常大的这个被动 我们看到这个在美国多所高校 现在这个爆发了这个 清巴勒斯坦抗议活动的时候呢 这个签总统特朗普就谴责这些抗议活动 是具有反游主义的倾向 那么连拜登都说 这个校园发生的是反游主义的抗议活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更说 这个学生抗议是反游的浪潮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位这个白头发的 美国的资深的民主党参议员 Bernie Sanders 他说谴责以色列政府不是反游主义 这个界限我们怎么来界定 三道四的那个说号我完成看他讲的一个视频 他其实讲话的那个沉默的事情 他的意思是说 美国就是以色列在加沙做的事情 他列出了很多的数据 比如说他说杀害了三万四的这个巴斯坦人 包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妇女儿童 那么三道四是说 这个以色列在这个地方的这个行动 已经不完全是在正当的防卫了 不是一种正当的防卫 他是在这里犯下了一个 其实是一种一种人道主义的一个灾难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我们去反对以色列这种行动 就等同于是一种反游主义 我觉得就是完全我们把这两个东西 画上一个等号 把这个概念进行混淆了 反游主义这个词呢 它这个现象很早就有了 但这个词是一个德国记者 在十九世纪造出来的 反游主义主要是针对犹太人本身的 他的种族 他的文化 他的宗教 他的历史的 这种反对和仇恨 那么这就是反游主义 那么但是在二战之后 二战之后呢 反游主义 因为有了纳粹大屠杀这样的历史教训 所以反游主义被很多的政客 拿过来政治化了 武器化了 那么现在世界上有一些西方的媒体和政客 其实也在混淆这样的概念 把反游主义等同于反对以色列 这个明显是混淆概念 而这个事情呢 在美国因为它是一种政治正确 所以没有人敢站出来来指出这个事情 Bernie Sanders之所以敢于站出来 Bernie Sanders本身就是个犹太人 所以他可以说这个话 他可以讲反以色列 不是反游主义 但是其他人就不敢说这个话 郭老师怎么看 特别是联系到今年5月1号的时候 美国国会众议院是通过了一个法案 扩大了反游主义的界定范围 我们刚才讨论到 这个法案主张将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 对反游主义的定义 编入美国民权法 关于反歧视的章节 那么这个法案为什么会在此时的背景出台 它出台的这个最后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续影响力 现在是众议院通过了 当然我估计参认也会通过 总统也会签署 这也就恰恰说明了 这个犹太院议集团的能量是非常大的 在这个时候很快就能推出这样一个法案 实际上是要把这个美国校园出现 这种抗议以色列这个示威 你们再这么做就是违法的 违法的话 美国政府出动警察逮捕你都是合法的 所以说这件事情呢 也是恰恰说明 这个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 吴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我同意郭老师的看法 就是这个法案能够在这个时候通过 我觉得可能拜登是想马上通过这个去 短时间来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不要让这个游行继续升级 就是近年这个大学年还有很多重要的一个议程 比如说八月份的时候会有 民主党和共同党的这个党员大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法案的出台可能更多的是 想短期之内马上的就是去解决一些现实性的问题 那这个法案的出台会为现在愈演愈烈的 这个美国大学的这个抗议运动 造成一种火上浇油的效果吗 这个都不一定 我都不一定这么看 这个事情呢 现在在美国是有争议的 有一部分人支持这样的法案的 就认为学生里边有个别人的行为 确实约出了正常的这个示威的界限 这样就给大学 如果校方要采取行动的话 你就有法可疑了 法律的依据这样子 那么另外还有一批人呢 对这个东西是反对的 认为美国它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就言论自由这个这个结社和这个抗议自由 那么现在搞了这么一个东西之后 那么好像把犹太人突出了 会不利于保护未来的犹太人 所以他这个事情是有争议的 至于他效果怎么样 可能还要进一步去观察 这个事情对美国校园的运动的影响呢 我觉得目前来讲 可能还没那么大 要进一步的观察 关键是要看他怎么去操作 因为法案呢 它里边的很多的界定是模糊的 他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 刚才讲对伊斯特的攻击 怎么叫对伊斯特的攻击 支持巴勒斯坦算不算是对伊斯特的攻击 巴勒斯坦它有它的权利啊 对不对 那么还有关于说是要不能用历史上的 纳粹的什么这个反对犹太的符号 就这些界定 其实在操作层面是非常模糊的 关键是看这个法案呢 刚才郭老师讲了 会大概率的会获得通过 但是通过了之后 如何去操作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对于目前的影响 那么我想可能还要做进一步的观察 我们看到从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呢 对以色列的态度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 就是从特朗普时期的以色列优先 转向了这个中东的新平衡 既要努力寻找 不会让美与关系大幅退步 又要让其他中东盟友满意的这样一个 新的所谓的平衡点 那么这种平衡的努力 在今天看来是失败了吗 如果是的话是为什么呢 郭老师 我觉得目前来看 他至少是没有成功的 他的这种努力 一个就是他的支持率 大选的支持率在下降 校园发生的这个示威活动 也说明美国国内在这个问题上的 撕裂程度是在加剧 因此我觉得尽管拜登政府 他想搞平衡 在阿拉伯裔选民中 在这个犹太选民中 搞一个平衡 但是这种平衡 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达到的 对于以色列 这个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你一开始就需要这个加以这个支持 而且你在提供武器方面 一开始就应该减少 甚至完全停止 到现在才停止 我觉得恐怕有点晚了 注意到在本轮这个巴以冲突以来 美国在安理会就加剎停火问题 五次行使了否决前 其中四次是阻拦加剎停火 而这一次又成为唯一一个阻拦巴勒斯坦成为正式联合国会员国的安理会成员 我想请您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美国长期的这个支持以色列 这样一种偏袒 激起了怎样的负面的反应 对于现在的这个中东的紧张局势 您觉得它应该承担起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美国对于斯的这个偏袒其实很明显的 非常明显 那么我们在追溯过去的历史 其实这种偏袒的现象不是个例 也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行为 是一个长期的行为 2022年发布的国际安全报告 它已经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为它的这个 唯一的可以说是唯二的两个对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必须要往外撤退它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 它在这个地区必须有这么一个同盟国家 来对它以后在这个地区保持影响力 能够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的 这个加沙的战争 已经爆发六个多月以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是第七次 对这个地区进行外交访问 拜登面临的这样的一个 中东的战略诉求和他的困境 有没有解决的可能性 如果有的话 它的突破点在哪里 王振老师 我觉得就是从短期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要想突破还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他要想中东 从中东撤出 那么首先要摆平中东的很多问题 比如说八一冲突 那么持续了很多年 他不可能下子摆平的 那么还有就是说 他要和其他的 跟他比较敌对的 您刚才讲到的敌对阵营 建立一些正常的关系 这个也是很困难的 无论是从国内 还是国际政治来讲 都不可能下子跨越 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讲 是很困难的 好 郭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我还是认为 美国很难 不论是从短期和中期内 很难走出目前这个困境 它的中东撤 因为它被绑在以色列这个战车上 它无法下来 这次巴以加拿大地带冲动 拜登政府所做的任何角色 都是被动式的 不是主动的 包括现在 这个展厅对以色列武器供应 也是被动的 所以说它摆脱不了 这个犹太院议集团 对它的这个制衡 所以说它的这个中东战略 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调整 而不放弃这个战略的话 那就意味着巴以冲突问题 中东和平问题 两国方案 这些都无法实现 无法实现 那么中东这个动荡的根源 就会继续存在下去 美国就被栓在这个地区 所以我觉得 我现在看不到美国 能够摆脱这种困境的这个前景 那么当前美国 在中东的这个诉求之下 它去可调整的 这个空间很小 拜登政府可能还是会基于 它这个短期 这今年大选年的这个考虑 它可能会 优先在巴以问题上 多做一些斡旋 因为它上任之后 在这个中东上面 中东事务上 其实没有任何的 可圈可点的地方 它迫去需要有这么一个 一个政绩来说明 它在这个地区有一定的成就 所以布林肯 第七次去灭火 可能灭火是假 稳定国内情绪 稳定票仓是这样 因为特朗普上任之后 他当时的提出那个协议 他是那四个阿拉伯国家 是跟以色列签订了 这个协议的 要不乱喊协议 那么现在拜登上任这么久 他没有任何的政绩 他需要去证明自己 可能说到这里的话 这个郭老师 能不能也给我们分析一下 假定11月大选 这个美国大选 是特朗普卷土重来的话 这个美国在这个 巴以问题上会突破困境吗 不会 如果特朗普上台的话 我觉得他会执行比拜登 更加亲以色列的政策 因为我们知道他第一任的时候 他就做出了很多 历届美国政府 在巴以问题上 所不敢做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承认耶鲁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是吧 把美国的事官搬迁在那 而且他也不再提点过方案 所以说特朗普上台以后 中东问题的解决 核心问题的解决 更加遥遥无期 王正老师跟郭老师的观点一致吗 我跟郭老师的观点比较接近 就是说大选之后 不管谁上台 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 对巴以问题的政策 不会有更明显的改变 就目前来讲 两国方案是大家接受度最广的 或者说是一种国际共识 但是两国方案在操作层面 有很大的问题 做不下去 做不下去 然后不管是拜登还是特朗普 现在都没有意愿和能力 提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 更有创新性的新的方案和和平框架 这就是现在问题的政策 两国方案操作不下去 你可以不可以再展开一点 两国方案是要回到 1967年之前的领土上来建国 但是现在以色列在 约丹河县的定据点 已经有70多万人了 那么这个定据点 你怎么办 那么还有是耶路撒冷的问题 那么耶路撒冷 以色列是不可能让得出来的了 那么这个围绕首都的问题 更是解决不了的 那么还有其他的 这个格力墙的问题 难民回归的问题 很多棘手的问题 都远远没有到讨论的程度 这还没开始讨论呢 两国方案能不能够最终实行 能够实现 关键还是在美国 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 中东历次和平协议 只有美国对以色列采取 实质性的压力的时候 以色列才会做出让步 如果美国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让步 那么实质性的压力 那么以色列是不会做出让步的 所以说关键就是看 美国怎样来对付以色列 对待以色列 如果美国还是现在这个政策 对以色列只是口上的压力 要求你按照两国方案来解决 但实际上不采取实际的步骤的话 我觉得两国方案 也还是只是一个空中楼阁 那美国民主党政府 是试图在中东地区逐步抽身的 但是这一点呢 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诉求是相悖的 那么美伊战略联盟 在中东地区 是不是陷入了一个安全困境 王正老师您的观点 就是说从美国来讲 它现在要服务于它的全球战略要收缩 要减少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投入 那么减少在这地方承担的义务 那么在以色列来讲 它恰恰是希望在美国撤出之前 要建立足够的战略威信和威慑力 那么维护它现在这样的一种 独一无二的这个霸权和地位 但这个这次加插冲突 美国不断地给以色列这个提供军事援助 但是以色列一点也不听美国的 这个跟当年这个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海湾战争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说你给了东西再多 但是以色列没有办法获得安全感 没有办法重建它的战略威慑 就我个人觉得 就是以色列在加沙这一次大打出手 恰恰反映的是以色列的虚弱 而不是它的威慑能力 以色列它作为中东的核大国 拥有最大的强规力量 常规的军事力量 而且是美国独一无二的支持 搞了一个哈马斯 一个非国家行为体 搞了半年多 那么它在面对其他的地区性大国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就以色列过去几十年的那种安全的神话 一下子被戳破了 那么内塔尼亚湖迫切地想重建这样的战略威慑 或者是地区的威望 它的诉求跟美国的从中东抽身 或者减少战略投入的诉求是矛盾的 这可能是它现在的一个最大的困境 感谢三位嘉宾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美国的中东政策 它长期以来偏袒以色列拉偏价 那么造成的局面是什么呢 用美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 Noam Chomsky的话来说呢 就是当全世界忙着自我拯救的时候 美国却一头扎向了悬崖 那么我们也希望美国能够悬崖勒马 让这片土地上 不要再出现一个又一个的黑天鹅灰心牛 让这片土地始终在血与火当中煎熬 好 感谢三位嘉宾 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们的收看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